也接采方哭着上门 女儿小冷正值青春叛逆期 这不又跟社会上的坏小的胡混玩失踪 大明又得帮大姨子去找女儿 可算在舞厅里寻见 还险些跟一群小年轻人打了起来 莎莎把两块块还给了古三 借债还债窟窿隆常债 大宇那边的欠款就顾不上了 面对夫妻二人的上门讨钱 兜里空空的莎莎只能大门紧闭装聋作哑 大军在中间霍悉泥 大宇也是不容易 贷款扩大养竹场欠着三角债 这个情节对应着90年代的